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实现简易任务管理系统这期课程 这节课是我们这期新的课程的最后一讲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把整个的一个项目或是这个课程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那我们在这个总结里面主要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看一下 作为一个总结性质的一个一节课程 那我们这节课里面主要是说什么呢 第一个回味一下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是说我们在这个具体的一个实现的一些东西 然后第二个呢是学习了什么东西 第三个呢是一些期望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一期的课程中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好,在这个二十多节课程里面的话 我们做的东西是哪些呢 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用npm来初始化项目文件 也就是npm init这个方这种方式来初始化前后单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第二个是用gap实现了这个什么呢 自动化的一个构建 这个呢是也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中比较重点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用gap来实现自动化构建 然后呢在构建的这个技术上的话 我们还实现了一个简易的一个任务管理系统 当然这个功能的话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呢只用我们这个任务管理这一块功能是完成了的 变迁的这一部分 其实上一开始呢是在我们这个的预计之中的 但是由于时间的这样控制的话是很难在这一个课程这里面实现 所以呢就留给大家下来自己去思考 这个任务管理系统里面呢我们主要用的什么东西呢 是前端呢是使用aguner这个来实现的一个纯粹的html的一个前端页面 然后后端呢是使用了express这样一个框架 这样一个库来实现的这样一个后端的一个rest API 然后呢就是我们数据库用的是nedb 这个数据库呢是非常异于使用的 而且是简单的文本数据库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依赖也是相当少的 那么在做一些很小型的一些项目的时候 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放这种数据库 以前的话我是比较喜欢使用sicolite的 因为它轻量级文件型数据库 但现在的话我更多的时候是使用nedb 因为它的这个语法的话非常和和这个js是非常契合的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当我们如果以后要迁移到这个mangodb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个无缝迁移 因为它们的API都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做了的东西 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个展示 我们就不用去展示了 因为这个里面已经在之前已经展示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 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其实我们学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js的一个运行时 loadjs 这个呢是使用js来开发后端的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呢是load的这样一个包管理工具NPM 但是在我们这儿的话我们不仅仅把它当成这一个包管理工具 我们还用它来初始化我们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三个呢是学习了什么呢 js的这样一个预编语语言 CafeScript 熟悉js的同学都知道 在这些js里面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一些问题存在的 还有一些一些弊端的那这个时候呢Cafe他就是为了来解决 2015出来之后的话他的这个作用就不是那么强的 所以现在的话它是处于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语言 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ES6 然后第四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前段任务的执行器gap 这个gap的话就gap的话其实是在我们这个2014年和2015年是比较流行的 在之前的话是grunt然后之后后面跟着就是gap 这两个呢其实是同一个类别的 现在的话是这个因为前段的发展相当快 那么现在更流行的就是webpunk这一类似的一些 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前端的m1新框架angular angularjs的话在13年14年是相当流行的 然后在14年的时候的话reactive就后来居上 有一个有一点感差的一个趋势 现在的话很多前段的一些开发者都比都在转向学习这个reactive 其实呢angular里面angular里面他的一些特点也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刚刚出来 特别是现在已经发布beta版本的这个angular2 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比较优秀的一个面向web的一个前段框架了 所以他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好那么第六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netb 刚刚已经简单介绍过了这样一个数据库 他呢其实算是一个low cycle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而且呢他的这个语法和mango是非常mangoDB是非常像的 所以呢我们在前期做测试的时候用这个netb是相当方便的 当然一般的一个项目我们使用他也已经足够用了 好第七个呢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发布 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如果以用cshub的话肯定就是iis 如果是用我们这个java的话肯定就是他们看起这一些东西和ngix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的话 纯粹的一个前端项目的发布的话 很多时候都是使用ngix做一个反向代理 然后直接映射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磁盘下 那么就可以是静态发布了 因为我们的前端项目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纯静态的 他没有任何的后端 然后后端的话他是通过REST API来进行一个交互 那这种情形的项目的话就比较适合ngix来发布 然后第八个呢就是我们这个Linux下的ngix的使用 这个里面呢其实和Windows下其实差距不大 这种人呢就需要Linux下很多命令 可能需要去掌握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Linux下发布了的项目 这个里面呢主要是环境的 搭建这些东西要稍微复杂一点 这些呢也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里面 学到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这里 我们就不一一列出了 那么主要呢就是这些内容 那么在学完这些内容之后 给大家有什么对大家有什么期望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由于时间关系的话 整个项目是没有太完善的 而且很多优化都没有去做 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将该项目实现完整 这个呢也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 然后做成对自己有用的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希望我们本课程呢能够起到这样一个抛砖语义的一个作用 主要是让大家什么呢 了解到如何使用JS来搞定前后端 当然GAP的使用也必不可少 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系列课程中融会贯通 然后真正的能够掌握我们的这个前端项目的一个开发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些比较好的比较大的一些目标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本一系列课程就算是彻底完毕了 好谢谢大家